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dy 那之前我通过一个GPIO的实验 简单的给大家去分析了一下 我们ARM的启动过程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 在我们怎么样去做 罗板开发的过程中 如何去利用好各个阶段的存储器 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会深入的加深 我们对整个罗板开发程序的理解 包括以后我们在 包括使用我们那些寄存器的时候 我们都会知道 OK 它到底是用的哪一片的存储区域 这样子还记得到那个顺序 那么之前要求大家掌握了什么 I-ROM I-RAM S-RAM 还有我们的 D-RAM和我们的 NAND NAND FLASH 包括VANAND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些词说到比较多的话 大家会觉得比较绕口 那慢慢的没有关系 你用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基于我们之前对ARM启动顺序的这样一个理解 来开发我们的第一个罗板程序 从零的来进行开发 那么当然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个代码 那个代码很多朋友说 哎呀 刚开始接触 我觉得太复杂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从零来写 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把它简单化 我们来自己来实现它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的GPIO 在说GPIO之前 我们要说一下我们后面要学到的GPIO 以及我们看下面的各个协议啊 各个控制器啊 各种接口 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罗板开发去熟悉我们的各个硬件接口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总结啊 那么大家可以在以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芯片 芯片引出来就有各个引脚 对不对 就有各个引脚 那么这个引脚是不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硬件设备相连 比方说我们的LED 对吧 好 那这种直接相连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叫什么 就是GPIO 叫general purpose IO就是输出嘛 import和output input和output设备 那这个简单的来说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单线相连啊 就把它们直接连起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那么除了这个什么LED啊 LCD也可能也会用到啊 然后包括了我们的封鸣器啊 Buster 还有还有我们的 Key啊 这些都可能会用得到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直接相连的这样一个接口 那么好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将来复杂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呢 学习一些协议啊 这个比方说你看我们CAM通信对不对 我们串口通信 是不是就有些协议啊 什么RS232对不对 还有我们后面要学的什么iPhoneC啊 UART啊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协议 那么将来的话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学了它之后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就去学习一下这些协议怎么弄的 那么第三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各种控制器 一些控制器 Controller 那么这些控制器的话 就类似于包括我们学习NAND啊 就是包括网卡呀这些 那么其实除了协议之外 我们还要去研究一下他们自己的控制器接口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学完这三类 我告诉大家罗板的硬件操作 包括硬件驱动和控制 你就全部都学会了 那么实际上这两类的话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总线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为 就是不止一根线 不止一根线 就算是一个像类似于我们以前装机的排线 给它连接起来的 所以这样子来分类 我们就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单线连接 一种叫什么总线连接 这样子你就知道了 那么单线肯定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那么总线的话 我们到时候会学的越来越复杂 学的越来越复杂 好 这个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我们的最最简单的用GPIO 但GPIO一般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一般都用LED灯 点亮和熄灭LED灯来做这样相关的实验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相应的 就从零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什么是GPIO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 包括之前讲ARM体系结构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 那现在我也给大家去讲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来看芯片手册 以我们今天要去学习我们用GPIO的方式 来点亮我们的LED灯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芯片手册 那么我们就看LED对不对 底层课程里面有参考资料 那么在 在给我们的参考资料里面有两个文档 一个是芯片手册 我们把它打开 另外一个文档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厂家提供的 它的板子的电路图 我们也把它打开 那么在这个电路图里面 我们就去搜一下 对吧 我们就搜一下LED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搜到相关的 你比方说 这是我们的一些引出来的各个引脚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板子上面的一些芯片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两张图 我们如何来去使用呢 这个是三星公司的 对不对 它是集我们最核心的那块芯片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这个是我们厂家提供的板子的 它会告诉我们OK 我用了三星的这个芯片 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用了三星的这块芯片 它对于它 那么接出来 我是怎么样把它的各个管角接到各个的硬件的 明白这个意思吧 所以呢 比方说我们要去研究一个LED 我们是不是就要干嘛 先通过厂家的这个电路图去找到这个硬件 然后看看它连到的我们的芯片上面的哪个引脚 对不对 然后连到了哪个引脚呢 然后我们再去通过查询三星的官方的手册 看看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引脚 来实现驱动我们这个硬件的这个目的 这个过程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过程 搜一下LED 好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啊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芯片的各个引脚 我们不用管它 那在这里我们就查到了有LED12344个灯 那这四个灯 它们接的是哪一片呢 接的你看 它是这样的一个画法 这从右往左看 或者从左往右看都没有关系啊 LED1接的是GP接2-0 也就是说GPGPIO的接组 接这一组的第二-0 那么它是接的GP接2-1 那有的朋友说这些又是什么呢 这些又是什么呢 你看什么CF数据 对不对 CF数据啊 什么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处理 包括MHL啊 等等这些控制 那这些词 我不要求大家现在去了解 但是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我们怎么去熟悉呢 是不是把这些词找出来 在三星的芯片手册里面去搜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的缩写了 是不是很容易去理解它 对吧 这些都是有的 那么这些 我们就无非就这样的来想象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啊 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引脚 那由于一块芯片 它的引脚可能有限 比方只有一百多个啊 只有一百多个这样一个引脚 但是呢 我们外图的硬件有各种各样的 所以这一个引脚 它有没有可能被多个硬件同时使用 可能都可能去用到这一个引脚 对不对 那有可能 它的这个引脚 它是起到一个控制的作用 它有可能在 这不说错了 有可能这个引脚 在这个硬件起到的是一个控制作用 那也有可能 它对下一个硬件 它可能就起到一个数据存储的作用 也许再下一个硬件 它起到的就是一个状态的设定的作用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不是可以支持多种的外面的 这样一个连接控制作用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的话 这些我们先不管它 对吧 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 肯定是相对于我们的目前这个来说 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对吧 那我们就去看我们的GPG 2-0 GPIO的这一块的作用 它对应到了GPIO的这个寄存器的这个作用 好 我们先把它记下来 叫GPG2-0到2-3 这是我们LED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实际上这个我以前都带大家看过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 这是这个实际的他们这个灯 实际这个灯的这样的一个电路图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个高电瓶了 对吧 然后高电瓶往低电瓶的这样一个走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的引脚吧 这是我们的引脚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也就是说 作为LED来说 大家想象一下 它肯定是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输出啊 对吧 作为GPIO来说 这个关于输出和输入 我稍微说一下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芯片 对吧 这个芯片呢 它可能会引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呃 比方说有个3.1V或者3.3V 3.3V这个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电源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个电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灯啊 这样子 然后接地 好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作为它这个引脚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要让它点亮 是不是应该去设置设置它作为一个高电瓶 对吧 所以我们要叫输出 它是需要去输出 哎 这是一个输出的过程 那什么时候是会输入呢 比方说这同样的是一个芯片 然后之前是不连的 这样子 这是一个芯片 然后这是一个电源 3.3V 然后过来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下面这边有个开关 反正这边接地啊 那好 这边是一个其他的硬件设备 我们的硬件设备 有的时候不清楚 你现在这个是连通和还是不连通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接通 接通通过去读取 它的这个计存器状态 来了解 哎 它现在到底是连通还是不连通的 它是高电瓶啊 低电瓶啊 好 在读取它的过程中 就叫输入 好 所以我们在说 我们怎么去判定 包括一个GPL啊 我们它是输入还是输出 就是什么呢 写寄存器 就是输出 需要我们去写寄存器 就是输出 如果是这个时候 我们的硬件操作的过程中 只需要去读取它的值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把它设定为输入 明白了吧 给大家理解一下啊 好 当然对于我们的灯来说 肯定就是输出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输出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地方的电流 是这样的流向的 那么所以要让我们的这个灯 正常亮起来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低电瓶啊 低电瓶我们是不是就设为零啊 高电瓶设为一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 那具体的这些 其实实际上我们在芯片手册上也有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大概就知道了这样一些过程 然后呢 我们就去搜我们刚才的那个GP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是GP接几啊 我又忘了 GP接2-0到-4 好 我们就来到这里 那么来到了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芯片手册 那么芯片手册之前我带着大家看了一下overview overview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系统了 在系统里面的第二章就是我们的GPIO的这样一个口子的设定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他会详细的跟我们说Quartex A8里头有多少个啊 引脚啊等等 大家可以看这些数量都写的很很清楚 哪些是通用的 哪些是非通用的 对不对 然后那么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去找我们的GP接 对不对 找GP接2 准确的说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一组啊 这是一组 GP接2 那我们就来找一下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他的这个计存器的描述 我们来找一下GP接2 你看这GPA GPA0A1 GPB GPC 那我们当然就往下找GP接了 GP接在这 OK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块是对我们的GP接的一个GP接0的一个介绍 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光这些就是一组一组的 对吧 我们是针对GP接2 好 那么在GP接2里面 他就会给我们介绍到这么多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GP接2的控制状态和GP接2的这个数据 那么关于什么上拉呀和其他的一些特特殊啊 这些我们就先不管他啊 我们现在用的最简单的就只需要用两个 一个是我们是设定它的状态为输出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设定它的数据为一个低电瓶 那我们来看一下GP接2 这个计存器啊 这个计存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地址是多少 0x 我们把这些值都记录一下啊 我这个 我怕他到时候忘掉 所以我们在做实验 大家在做练习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们给记下来 好 那我们是GP用的是GP接2 准确的说是GP接2-0到GP接2-3 这就是我们的四个LED灯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GP接2控制 你看我们的控制计存器 它的地址是多少呢 地址是0x1020-0280 这是它的这样一个控制计存器 好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是谁呢 要用到GP接2-0到3 也就是说是这些位 对不对 是这些位 从它的0 1 2 3 那么这就是四个灯 这就是四个灯 那么好 作为我来说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它每 每一个 每一个它的寄存器是不是四位 对吧 设定的四位 那么这个你看它一共有八个寄存器嘛 一共有八个 那是不是就正好32位 也就对应了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 所对应的这个例子 对吧 那么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能把它设成输出呢 只需要把每个寄存器设为一 0001 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就很简单 对吧 那么 大家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 我们到时候只需要在这个寄存器 这个地方 我把它的这个地址的这个值 给它设置为1 就可以了 把它相应的位 你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就拿我们这个地址来说 这个控制计算器的地址 我们实际上是有32位的 对不对 默认的都是0 也就是说32个0 32个0 然后每四个0 我们进行一个分段 就是 比方这个就是我们的GPG2-0 GPG2-1 GPG2-2 好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它干嘛呢 把它设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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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想象一下 作为二进制来说 我们是有32个 对不对 我们给它转换成16进制 是不是就8个了 那么如果要是让四个灯都亮 是不是就是00001111 对吧 这没两 所以你看 把它转化成 比方我们把这转化成 再给它从16进制 再给它转成二进制 是不是就是00001 然后00001 00001 00001 后面全都是0 对吧 所以以此来看 我们要设定 只需要把这个地方是值 设为这个值就可以了 好 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 好 这里是它的数据 数据的GPGPIO的 这样一个计算器地址 那么它的数据段的地址的话 我们也把它记下来 因为我们要给它干嘛呢 因为要给它设置为低电瓶 对吧 低电瓶 所以我们的数据这块 也要给它进行一个设置 好 GPJ2 DAT 它的地址是 0XE0 020 0284 好 那么对它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设置呢 你看这个地方就比较简单的 它的这个块数据的这块 计存器 实际上只有八位 看到没有 实际上只有八位 那么它这里有一段 意思设置 就是如果你的 就是我们的控制的这一块 它的控制状态设定的是输入 设置是输入 那么 我们期望的这个值 我们的相对应的这个位置 就设定 就给它设定的是引脚状态 如果它是输出的话 就是反过来 引脚状态 其实就是我们的设定的值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引脚状态 想设置为低电瓶 那就应该是 如果在输出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这个值 那是不是就把它设为00 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00 也就是它的初始值 对吧 所以我们一看 我们要设定 我们引脚的这个状态 引脚的这个状态值的话 就设定成 我们的这个值就行了 把它设定为0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就来编写程序 来进行一个实现 这些是不是我们是需要的 对吧 好 那在这里的话 大家大家可以用很多工具 直接在vmwire里头 或者用secure CRT 我或者偶尔我用putty 偶尔我也用一下putty 都挺方便的 运机启动了 再点一下 给登录 还是进入到我们之前的 那个那段程序吧 LED 好 在这里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